HELLO 英雄說書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說書人阿瑞 替大家帶來精彩的英雄故事 之前我們做過好幾支日本戰國豪傑的影片 大概都是屬於那種打電動你一定會記得的名字 但今天是時候深入一點 來聊聊有點冷門又不會太冷門的人物 他是誰呢 他就是從地方基層當起跑點 最後卻登上大名高位的西國霸主毛利元舊 比較少接觸日戰的觀眾別急著走開 你可能沒聽過毛利元舊 但你一定聽過下面這則故事 傳說中毛利元舊臨終時 把自己的三個兒子叫到病塌前 給他們一支劍叫他們折 一折就斷 然後又給了他們三支綁在一起的劍 這次就折不斷了 於是元舊就留下疑訊 你們三個要像這把劍 團結 奮鬥 救中國 我說的是毛利元舊出生地 是在日本戰國的中國地方 這就是有名的三史之遜的故事 聽完之後有沒有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 這故事似曾相識啊 事實上毛利元舊過世前 他的長子毛利龍元早就死了 次子擊穿元春在外面打仗 根本都不在他身邊 所以這個故事難道打從一開始 就是胡扯瞎掰的嗎 如果要認真追溯 類似的情節呢 據說很早就在歐亞大陸上流傳 從希臘伊索預言裡 某個老爸爸 西元前中亞民族 斯基泰人的某位國王 土耳其人的某個酋長 五湖十六國時期 土玉魂的首領阿柴 到成吉思汗某位祖先的媽媽 都曾經表演過 折斷棍撞物的勵志魔術 所以大家對此不要太當真 這個傳說之所以變得有名 在日本眾人皆知 是因為明治時代的小學課本 幼學綱要收錄了這個故事 雖然故事情節有部分虛構 但其實毛利元舅 生前曾親筆寫過 三子教訓狀的家書 現在還放在博物館裡 信上就有引用折劍的比喻 苦口婆心勸告孩子們 務必要團結 否則兄弟戲強 肯定會被個個擊破 從這個角度去看 三隻劍的故事 還是有傳達出 他想要傳遞給子孫的精神 順帶一提 毛利加根據地 廣島的J-League職業足球隊 名字居然就叫三劍隊 是用日文漢字的三 加上義大利文的劍所組成的 可見不管傳說的真實與否 當地人還是非常愛這個故事 好啦 那為什麼毛利元舅 除了在本家地盤之外 似乎沒有那麼受歡迎呢 這可以從他的活躍背景說起 毛利元舅生於1497年 比織田信長大了足足37歲 所以如果看戰國活躍期的相關影視作品 他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保守老人 不然呢 就是已經過世 自然不討喜 另外呢 原舅最為人稱道的就是 智濟過人 曾經用各種謀略克服重重難關 但這件事情反過來說呢 就是陰險狡詐 時而搞暗殺 時而搞煽動 整天玩陰謀 有時候呢 還很殘忍 這在一般現代人看來呢 其實也不是很令人喜歡的特質 但如果稍微深入了解 還是會發現他身上精彩而且吸引人的一面 如果呢 你扣掉像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這一類 站在信長打好的基礎上面 統一天下的人不算 所有戰國大名當中 領土擴大的第一名是織田信長 從4萬彈提升到800萬彈 成長了200倍 接下來的第二名呢 就是毛利元舅了 他從2萬彈呢 提升到180萬彈 成長了90倍 號稱啊 三陰三陽十國制霸 拿出實際成績呢 大家應該就可以體認到 在這個只看實力才能出頭的戰國時代 毛利元舅啊 到底有多強 毛利家最後呢 之所以沒有能夠爭奪天下 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他們的起跑點實在太低了 有多低呢 毛利元舅從副祖輩開始 就只是一個偏僻山間的國人罷了 所謂的國人呢 是國人領主的簡稱 他們是居住於各地跟農民直接接觸的在地領主武士 很多呢 源自於莊園時代的莊官啊 或者蓮倉時代起任命的地統武士 後來戰國大名興起之後 他們就變成了夾在大名與農民中間的一個階層 服從於大名也就是某種地方的條啊咖 每當到了要打仗的時候啊 大名就會繞他們來參與 如果大名是縣長 那麼國人頂多是鄉鎮長的等級 這樣說起來 毛利元舅一開始就根本不是什麼自主的大名 而只是手下而已 還經常要煩惱往哪個大名那邊倒戈 也曾經呢 來回的跳槽換老闆 1497年呢 毛利元舅啊 出生於日本的中國地方安逸國 也就是現在的廣島縣附近 一個從屬於大內的國人領主家庭 這裡呢 有很多被山脈區隔的破碎盆地 所以呢 到處都有這一類國人的土豪首領 毛利元舅小時候啊 吃了很多苦頭 5歲失去母親 10歲失去父親 最後呢 連他的居城 多智彼城啊 跟領地都被加成 錦上元聖搶走 還因此呢 得到了一個 乞丐少主的封號 非常的淒慘哦 幸好 後來的繼母啊 努力照顧他長大 甚至呢 放棄了改嫁的機會 他才能順利成人 因此呢 元舅對他一生感恩 幾年之後呢 仇人錦上元聖突然暴斃 他才有機會把居城搶回來 舉行元服儀式 並且分家 取名為多智彼元舅 不過 為了方便稱呼哦 後面我還是統一叫他毛利元舅 1516年 他的兄長毛利辛源 跟爸爸一樣 酒精中毒而死 毛利家的家都之位呢 就由哥哥的兒子繼承 不過 因為他年齡太小 所以由叔叔元舅 擔任監護人主持政務 在這個moment 這個時間 他們的宿敵 武田元帆 看到這是個好機會啊 聯盟出兵攻打毛利家盟友 擊穿的城池 元舅呢 有情有義 率領軍隊迎敵 這是他的初次上陣 居然呢 就靠著騎襲 擊破了優勢兵力的武田方 一戰成名 人們啊 稱呼為 西國的統俠間之一 然而毛利元舅儘管善戰 先天環境的劣勢呢 仍然讓他困擾 因為他的領地呢 位處於安邑國山間 剛好夹在大內與女子的兩大勢力中間 一直都是處於一個外交緊繃的態勢 兩邊每次打仗啊 大內家就會叫毛利出去當前鋒 而這個時期呢 剛好也是女子勢力蓬勃發展的階段 不知道原舅是對大內家有什麼不滿啊 或者女子家開了什麼好條件 他最後呢 選擇倒戈 投靠了女子家的大名 女子金九 並且用制略一一圓滿完成了 新老大派來的各種任務 在這個家業起飛的時間點呢 毛利家的少年家都 原舅的侄子突然病死 國家不可一日無君啊 多數的家成呢 認為實際掌權的援舅 是最適合的接班人選 所以呢 他也順應名義 把姓氏呢 改回毛利 繼承了本家的家都位子 然而啊 其實也有一派家成呢 對此不滿哦 就在鄰居女子金九的慫恿下 他們勇力了援舅同父異母的弟弟 來爭奪家都職位 不過每兩下子呢 就被足智多謀的援舅給收拾掉了 但從此之後 毛利援舅對於女子家的心結啊 也越來越深 沒多久呢 又奮而回到大內家的旗下 從此他就成為大內跟女子兩家 拉鋸戰中的關鍵第三人 曾經配合大內援軍 擊退女子圍城的三萬大軍 也曾跟著大內翼龍呢 到出雲遠征女子 結果輸到命都差點沒了 狼狽逃回 這些故事啊未來有機會再陸續跟大家聊 接下來要說說呢 毛利他如何從兩大國之間獲取資源 成長壯大的背景 前面講到 毛利援舅出身的中國地方呢 是一塊山鑾綿延散落碎裂盆地的區域 能夠耕作的農地並不大 如果光看表面的糧食產量 毛利所在的安逸國呢 只有19萬彈出頭 大內加的根據地啊 州防長門兩國加起來約30萬彈 女子加的出雲十劍兩國呢 加起來也是半斤八兩 跟織田信長起家的偉張國 57萬彈一筆哦 根本是平級的不得了 如果用1萬彈可以動員 300名士兵的上限來計算 那就算統一了安逸國 還是連1萬民兵都湊不齊 但是啊 如果不從農業的角度 而以商業礦業的觀點切入呢 中國地方哦 其實是蘊含了另一種形態的大寶藏 因為呢 它擁有山海之力 中國地方的西部州防長門呢 往東可以控制賴戶內海 作為主幹道的日本國內航運 往西呢 甚至可以直通東亞大陸進行國際貿易 事實上哦 當時的大明帝國只允許擁有朝廷認可的商船 進行交易 從前呢 主要是士丁幕府擁有的貿易權 在這個時期啊 已經落到了大內加手上 而在中國地方的東邊呢 則是有大片森林 森林不只能提供木材 若做成木炭呢 還是煉鐵的重要燃料 鐵又是製作兵器和農具不可或缺的素材 其實哦 這區的鐵產量佔了當年整個日本的七成以上 控制了這個區域呢 就幾乎控制了全日本的鐵礦來源 這就是啊 女子家實力的最大後盾 就因為呢 被大內佔了海之力 女子呢 佔了山之力啊 所以雙方才可以一直鬥得難分難解 而相對弱小的毛利呢 就被夾在他們中間左右為難 順帶一提呢 中國地方還有另外一個重要資源就是石劍銀山 有人統計過啊 在石劍銀山開採最盛時期 銀的年產量呢 曾達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僅次於西班牙南美洲殖民地的波多西銀礦 當時日本有所謂的南蛮貿易 從南方呂宋島或澳門前來的西班牙葡萄牙人 拿陶瓷啊絲綢等中國商品 在日本換成銀子 再拿銀子呢 去買更多中國貨 最後整船運回歐洲啊 大賺一筆 有玩過大航海時代遊戲的玩家呢 對這些商路哦 應該不陌生 而貿易銀兩呢 大量流入 因為銅錢不足通貨緊縮的明朝 也一躍成為通行貨幣 所以呢 萬利首府張居正啊 才能夠實行一條鞭法 將納稅呢 從實物徵收 改為用銀兩支付 欸 你看哦 實踐銀山呢 也可以說是影響世界歷史的重要礦山了 當然啦 大內與妮子兩家也曾為此不斷開戰 你真我多 然而前面我們提到毛利元就與大內妮子的兩邊勢力啊 都沒有全然的信任 那他又有什麼辦法從中找到崛起契機呢 聰明的元就他選擇找到和自己一樣 原本是國人階層 也想要擴大勢力的兩個家族合作 分別是 東邊的小早川家 與西邊的吉川家 不得不說哦 這真的是很有遠見的做法 與其跟已經壯大的大內妮子合作 整天擔心自己被併吞 不如呢 找地位相當的夥伴 一起努力 或許呢 成功機會還大一點 當然 這用嘴巴說都很簡單 實際去執行啊 那就是當出頭鳥 會冒著被別人一棒打下來的風險 毛利元就能夠成功整合 小早川與吉川的勢力 建立所謂的兩川體制 那著實是花費了相當大的力氣啊 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這兩個毛利家快樂夥伴的背景 小早川的根據地呢 找田莊與竹原莊就在海邊 所以呢 他們從士丁幕府時期就養了船隊 還跟戰國時期日本最強的海上勢力 村上水軍有密切的陰庆關係 而當時的水軍是會對經過的船收過路費的哦 你要說他們是海賊啊 可能也沒問題啦 那毛利要如何取得小早川的資源呢 公元1544年 他逮到了小早川的分家家主 並死後繼無人的機會 想辦法呢 把自己12歲的三兒子龍井 送過去當養子繼承 6年之後 小早川大房的家主 不幸啊 又瞎了眼睛 無法順利治國 毛利元舅就從遠端遙控 成功奪權 將自己的兒子小早川龍井 送上隔壁鄰居家主的寶座 掌握了珍貴的海上資源 後來毛利元舅呢 靠著這些強大的水軍 才有能力施展各種謀略 在沿島海戰中擊敗大敵陶琴賢 成為家運興旺的轉捩點 也為日後成為一方之霸 打下基礎 別擔心哦 這場戰役呢 我之後啊一定會講到 再來說說吉川家 他們的領地啊 是中國地方的鐵礦三大產地之一 到今天呢 都還可以找到200多個 製鐵爐的遺址 在中國的各國人領主中哦 也是數一數二的富裕強大 還曾經呢 跟女子家結成一親 毛利呢 有樣學樣啊 也開始跟吉川結親 他和吉川家的家主元晶 娶了彼此的妹妹為妻 互教妹夫的概念哦 後來呢 元舅的外甥 也就是吉川元晶的兒子 吉川新晶呢 繼承了吉川家的大位 他是一個作戰勇猛的領袖 但是政治判斷力呢就不太好 又沒有阿姑毛利元舅的本事啊 好幾次呢 在女子家與大內家之間呢 便捷倒戈搖擺不定 於是吉川家的家成 就聯合請求毛利元舅 把他的二兒子 也是擁有吉川血統的元春 送回娘家繼位 繼位後的三年 毛利元舅就為了杜絕後患 還用計殺了自己的外甥 這個時候啊 是公元1550年 和他掌握小早川家呢 同一年 就這樣 毛利元舅雖然立足偏僻山間 但他利用自己的智慧 把勢力觸手哦 深入到資源豐富的地帶 打下了族裔稱雄爭霸的基礎 這些權謀手段呢 也讓他被不少日本商人 視為企業併購的先驅 在毛利元舅建立 兩川體制之後的隔年 他的鄰居啊 大內家發生內亂 由武段派的家成 陶琴賢掌握實權 隨後不久呢 就與毛利家打了一場 嚴導大戰 但是 敗給了 兵力較少的毛利元舅 這場戰爭過後呢 讓兩家勢力此消彼長 公元1557年呢 大內家的大部分領地勢力啊 就落入元舅手中 另一方面 女子家當主 女子秦九呢 在1560年暴毙 毛利元就看準了機會 帶兵 擲取女子家的主城 這一次呢 他採用了 長期圍城的作戰方式 並且不接受敵軍士兵投降 以消耗城內的糧食 在糧食差不多耗盡之時呢 才突然開放接受降兵 果然啊 女子陣營呢 就出現了大量叛逃者 沒多久就宣布開城投降 然而毛利元舅 迅速擴張領地的手段呢 其實有使用了不少陰謀 這也間接導致了之後 大內與女子兩家呢 有不少殘黨十分不滿 散入各地呢 從事一些復興活動 讓元舅啊 必須額外花費心力去平定 在這努力想要穩定戰果的過程中呢 1571年啊 毛利元舅仍然敵不過天命過世了 死因呢 有人推測是十道癌 享年75歲 我們可以看到啊 毛利元舅的一生呢 充滿了戲劇性 從被山海夾籍的小國人出發 用一代人的時間哦 就發展成橫跨十國 到獨自擁有山海之力的超級大名 而毛利家的基礎 幾乎是他一個人領導打下的 他一生打過的戰役 光是有紀錄的呢 就有兩百多場 而且絕大多數呢 都是戰勝 據他自己說啊 他最大的優點就是謹慎 凡事呢 考慮再三 出手前更是會用盡各種謀略 做好戰前準備工作 而他的後代呢 也大致遵守了他留下來的 三支劍團結教訓 還有那個不要爭天下的遺言 所以雖然在時代變動中 毛利家有失去了大量領土 但還是作為諸侯的身份 一直存續了兩百多年 直到江戶幕府末期 都還是推動明治維新歷史 進程的兩大藩主之一 能在逆境之下 完成如此巨大的成就 我必須要說啊 毛利元舊謀神的外號 確實名不虛傳啊 喜歡今天的故事嗎 英雄說書需要你的知識 讓好故事被更多人聽到 動動手指訂閱我們頻道 打開小鈴鐺 選擇接收全部消息 這對創作者的幫助 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還想要給我們更多鼓勵 也可以掃描加入會員QR Code 用每個月一杯咖啡的錢 贊助我們的內容創作 這裡是英雄說書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